在民国八十八年来到佛林地区博物的中华基督教病医 终于八年来打拼改革当地民众医疗诉求 医疗设备也是不断更新 今天佛林基督教病医亚克大楼正式开用 病医当市长邓信隆表示 希望主义患者在跨境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家的感觉 严谨悲痛 佛林基督教病医今天正式开用亚克大楼 来得舒适的空间希望提供病患一个温馨的跨境环境 除此以外 很多人也真看好医疗带动地区的未来发展 用医疗当中心 就是引领基督教院这种大楼起来 就是医疗为中心 跟我们周遭的生活 还有它的环境一起把它结合 打造一个健康层 这个健康层是智慧健康层 已经在佛林地区博物辈尼的医疗团队 若正这次在改革地区的医疗诉求 实际也是不断的精神 在这边我们亚克大楼的建立 可以看到我们的 都是因应我们 我们相亲的需要 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就建立什么 我相信这对于佛林团的平衡医疗 绝对有很值得的帮战 让佛林团的使徒 特别又作出更好的医疗照顾 为地匡大来上心的医疗主编 佛林团队政府备事长 云友松 也代表佛林向清 向医疗团队表达感谢之意 在这里代表佛林团队和佛林团 70万人的这些乡亲 来感谢我们基督教变医 这里热情无数的爱 为了我们佛林团队 每个人的健康来作修 能够参加今天这个盛会 感到非常高兴 对于他对于意愿 对我们云民乡亲的这种贡献 大家除了感恩之外 也是感恩 希望在这个偏乡的地方 人民在身体的照顾上 尤其是急重症或是癌症的这些患者 我们张机秉持着这种爱 把最好的医疗高端的一些仪器 跟医术带到这边来 为的就是让这边的人民 有能够得到这个充分爱的一个分享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这边 能够一个打造幸福的一个城市 在经济贵宾的最好之下 也各大楼慢慢来开用 现在代表云民基督教病院的医疗团队 将继续用心来修好云民乡亲的健康 记者阶约 云民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